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黃帝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台湾城市賽 我們要舉辦第三場的街頭路人網挑戰 那我剛剛在開始這個開場白之前呢 我已經找到我們的 其中一個想參加路人網的選手 欸 終界來 是非常帥的 抖音帥哥 來 有點燒瞎 沒關係沒關係 那你願意 你會確診啊 沒有確診 好 那 你願意不願意參加我們街頭路人網比賽 可以 那 想問一下你歷史最高段位多少 SS SS喔各位 那我們去幫你找實力相匹配的對手 你在這邊等我 好不好 那我們接著幫他找對手 OK 人越來越少了 路人網的部分 同學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興趣參加我們的路人網比賽 沒有興趣是不是 好 非常的可惜 我們繼續找下面一位 找到了 找到了 同學有玩傳說對決嗎 來 你們有人想參加街頭路人網的比賽嗎 你要 你們誰想要來 先拍一個 等一下也可以再還有下一場 單挑 單挑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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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那 你願意參加我們街頭路人網的挑戰嗎 願意 那 請問一下 最高歷史段位多少 S S是不是 那你的對手我已經找好在那邊等待 他最高段位 SS 沒有問題 那你有什麼話想對對手說的 搶一點 凶 加油 哈哈哈哈 搶一點啊 搶一點嗎 對啊 節目效果不會生氣 彼此不會生氣的 OKOK 那個 多帶點樂趣給我 訓掉 哎 走吧 走吧 太訓了吧 你可以說 比如說 SS 我可以把他虐得像條狗 對不對 OK 忘記跟你說處罰 我們的處罰是 等一下在這邊大喊皇帝好帥 另外一個處罰是幫對方腳底按摩 脫襪子 OK啦 找到了 找到了 來 他S 他SS 來 有什麼話想對對手說的 放手一點 兇一點 兇一點 終界 我們爛的 我們爛的 很久沒玩了 他很久沒玩了 那 你有什麼話想對他說的 可以嗎 你們這樣子真的 我要的是槍一點的 贏了就散傳說吧 SS這樣 OKOKOK 來 那邊就坐 那這一場單挑賽我個人是非常的期待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終界是我認識 是蠻久的一位抖音上的朋友 他剛剛影片前面有說他SS嘛 可是他這個帳號是沒有S的 我在想可能是賣掉了還怎麼樣 他只要口頭說得出來 我們就相信他 那這一場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對決 這個終界玩的是馬洛斯 然後對手這個叫忍者龜頭痛的 他玩的是凡恩 我個人認為 凡恩的勝算是高了很多 因為這個版本的凡恩 我覺得不算弱 而且在單挑的話 這個 馬洛斯應該很難碰到凡恩啦 只要凡恩的位置抓得好 真的是可以把馬洛斯點到頭破血流 不過呢 中介自己也表示啊 他非常久沒有玩傳說 這是給自己找台階下嗎 還是是真的很久沒有玩傳說呢 我不知道 我們就留給各位觀眾自己去看 那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皇帝我預計在年底的時候 辦一場這個傳說對決的比賽 比賽內容呢 是2v2單挑賽 合作單挑賽 規則的話 跟這個街頭路人王單挑賽 沒有差多少 一樣不能夠吃野怪 8分鐘到比經濟 5分鐘後不能夠回程 這些規則都是固定的 唯一有變的這個2v2單挑賽 唯一有變的規則呢 就是他是兩個角色打兩個角色嘛 所以獲勝條件 要嘛推掉首塔 就是推掉第一座塔 或者是第二個獲勝條件 就是你要把對手的兩隻都殺死 把兩隻都殺死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是凡恩跟艾瑞組隊 凡恩死掉一次 艾瑞沒死 這樣的話就不算贏 各位了解嗎 你要連艾瑞也殺掉一次 這樣才算贏 就是兩隻角色 你組隊的兩隻角色要各死一次 那如果凡恩死了兩次 艾瑞沒有死半次 這樣子還是沒辦法贏哦 就是死掉的那個人 可以去替還沒死掉的那個人當招 或者是接招 各位懂我意思嗎 所以非常強調配合 一定要兩隻角色各死一次 或以上 才會獲勝 這就是2v2單挑賽最精彩的地方 那這裡呢 反而補上一個瞬移 馬洛斯一個回頭吸啊 這個吸是真的漂亮 直接讓這個反而殺不死他 很可惜 他這個馬洛斯回頭這個二技能 直接吸一個護盾啊 太噁心了 這個真的是細節中的細節 那我們繼續來講 我們年底即將舉辦的2v2單挑賽 反正就是你兩隻組隊 兩隻要各死一次或以上 才算獲勝 那已經死掉一次的人呢 就可以幫隊友擋招 讓他不要死 其實就是多了這條規則 而且非常的吃合作 所以我希望到時候大家可以 兩個兩個組隊一起來報名這個2v2單挑賽 我是覺得這個規則真的是創新啊 讓傳說對決的玩家就是有一個新的遊戲體驗 那我希望官方也能夠把這個規則列入一項正式的比賽 可能官方不見得會採納 但是我想要從我開始做起 我想舉辦2v2單挑賽 那我也希望說有想法的觀眾 不論年齡 沒有年齡的限制 就到時候如果決定要舉辦比賽的話 你們一定要多多來參加 那我希望在年底之前可以找一個簡單的場地 我們先辦個簡單的2v2單挑賽 然後我們的每年的這個單挑賽呢 越辦越大 讓官方看見這個2v2單挑賽 到底有多好玩 這樣子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忙 那有關於這個舉辦比賽的這個 相關條件呢 或者是舉辦比賽的內容 我就是會公佈在我的IG的限時動態 那希望大家要去追蹤我的IG OK 那我們2v2單挑賽的事情 就大概講到這邊 那我們先回來遊戲畫面這邊 可以看到凡恩戰盡優勢 馬洛斯根本就拿這個凡恩沒有辦法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一場馬洛斯兇多吉少的 這個凡恩一定是贏定的 我跟各位講 單挑賽這種東西 我看太多了 這個沒有打到最後一刻 真的是完全沒辦法確定說 到底是誰輸誰贏 不過目前啦 以戰況來說 凡恩真的是比較有優勢 可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凡恩玩的既然是物攻 他可能是想走一個推塔路線 我覺得他玩魔攻的話 這個馬洛斯會更加的痛苦 那這裡馬洛斯好不容易近身 凡恩噴一個大招 然後馬洛斯血量又沒了 可以看到 真的是完全打不贏對手凡恩 血量馬上又被消耗完 他現在能做的就是回來把兵線清完 然後並且找時間回家 回城補狀態 那馬洛斯在這邊回城呢 凡恩就過來想要點他的頭嘛 馬洛斯直接2技能吸一個拔刀斬 直接接著跳大招 沒有震到對手凡恩 凡恩抓準時機一個閃大 結果沒有殺到馬洛斯 馬洛斯也馬上交了瞬移 雙方這一波開戰 這一波接戰 這一波交戰 非常的精彩 不過這個時候因為兵線的壓力 馬洛斯沒辦法回城 他如果回去的話 會沒有吃到這波兵線 8分鐘一到 他還是會輸給對手凡恩 所以這邊呢 他就選擇挺而走險 在塔下把這個兵線給清掉 我只能說啊 目前為止 論經濟的話是馬洛斯贏 馬洛斯目前這邊的經濟是1.9K 凡恩是1.8K 可能是因為馬洛斯有帶這個 煉金的關係啊 所以錢會比較多一點 如果照這樣子的狀態下去啊 1到8分鐘 贏的人就會是馬洛斯 因為馬洛斯一直煉金 一直煉金 就可以贏過對手凡恩 但是對手凡恩 只要過了4分鐘之後 他點這個防禦塔 會非常的快速 所以到底誰輸誰贏 我們還搞不太清楚 這個凡恩啊 一找到機會 就想點馬洛斯的頭 但是馬洛斯這個護盾也是非常厚 而且他一個拔刀斬 斬這個凡恩 凡恩的血量 也是噴得非常的快 那不得不說 這個玩馬洛斯 這個叫中介的男人啊 他長得是非常的帥 要是黃帝窩有像他一樣的顏值的話 我已經可以四處把妹四處爽了 那這裡 凡恩原本打算回城 但是後來又不回城了 而且時間快到5分鐘 只要這個不回城的話 基本上已經沒有時間了 馬洛斯也沒有回城的機會了 那這邊馬洛斯 這一個跳到跳進塔下 他太慌張了 各位我們慢動作再看一次 這邊就可以看到 馬洛斯在旁邊吃這個小野怪的時候 凡恩一靠近啦 這馬洛斯就直接想跟這個凡恩開戰 二技能吸了一口 擋住凡恩的一些傷害之後 那接著回頭馬洛斯就是直接上一個拔刀斬 斬到馬洛斯 不是斬到馬洛斯 斬到凡恩之後可以看到這傷害是非常高啊 增傷1200多 但是馬洛斯跳大的位置 似乎有點失誤了 直接跳到塔下 我覺得他這一波操作 真的很不應該 那這邊自然而然就是被凡恩給拉掉 我覺得這個馬洛斯真的是很可惜啊 但是雙方有些交戰的地方真的是還蠻精彩的 OK帥哥 中介你怎麼會輸掉你最後那一波在幹嘛 前面打得很好耶 太久沒玩了 太久沒玩了 沒關係沒關係 那 你有什麼話想對對手說的 嗯 角色問題 角色問題啦 好我們現在請贏的 來 那你贏了有什麼話想對對手說的 他剛剛有說他很久沒玩耶 很久沒玩啦 非常的謙虛 那你希望他做什麼處罰 按摩 對方是要求按摩你的想法呢 因為他不想去那邊大喊 退就好 可以啦齁 來 按摩是不是 來 各就各位 請你把你的鞋子襪子脫掉 我們男人說到做到啦 襪子啊 一隻腳就好了 襪子 襪子 我剛剛有講喔 我剛剛有講喔 來 5秒就好了 旁邊的人幫他倒數 來 開始 來 腳抬起來啊 按摩 倒數啊 倒數啊 5 4 3 2 1 謝謝 謝謝 來 非常的恭喜來 看一下他的表情 非常的絕望 看一下表情 非常的爽 來 人生成幾何時 能夠讓一個帥哥 替你腳底按摩呢 來參加我們路人網就對了 好啦 各位 我們今天的第三場街頭路人網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旁邊的人 在圍觀啊 那我們等一下就繼續邀請旁邊的人 打這個街頭路人網的比賽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趣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皇帝 我的影片讓你 有 眼看不膩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觀眾朋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我們下部影片見來 ら下部影片見啦